今天就是想拍片 来记录一下这颗即将被丢掉的红掌 顺便自我检讨一下 这颗红掌刚买来的时候和买来后一年多都长得非常好 还自己在家里开了好几次花 最开始我浇水的时候是用的那种土壤检测仪 检测涂干不干 湿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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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湿要浇 每次浇水都特别小心谨慎 但由于它长得太好了 我就开始膨胀了 后来浇水就比较随心所欲 结果就把它的根给它浇坏了 浇坏了又干了一段时间 也看它缓不过来 我就把它根洗出来 说想着水培 最后撕马当活马一 现在水培的情况也不理想 已经水培好几周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根发霉了 看样子是缓不过来了 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讲 看到这种情况还是丢吧 好捞心啊 所以以后对于室内植物的浇水 我觉得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土壤检测仪吧 土壤检测仪真的是个好东西 有了土壤检测仪我几乎是没翻过车 翻车的时候全部是因为自己懒得用 然后就翻车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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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